黑夜中 國道3號一團火球 看起來更加猖狂 即便下著雨 烈焰仍舊迅速吞噬整台貨車 後方還有好幾台追撞車輛 一度造成高速公路回堵 消防車 救護車接連到場 傳出有人被壓在車底下 一邊滅火 一邊救人 故障嘛 起火 然後他們就趕快下車 把他們車上的一些器材 生材工具拿下來 看起來好像是煮飯的東西 國道3號南下197.7公里 彰化系統 6號晚間將近8點鐘 30歲男子開小貨車 發現車況不對勁 疑似有火花 當下他直接停在外側車道 忙著搶救車斗上的烹飪器材 後方第一台轎車減速 但第二台來不及煞車 撞上後又導致推撞 另外還有第三台車緊急閃避 還是撞上貨車 瞬間不僅火燒車 駕駛更倒在車底被壓住 經歷生死瞬間 有一名男性被壓在一個 白色的自小客車的下面 30歲左右的男性 沒有心跳 沒有呼吸 歐卡的狀態 經過急救之後 病患有恢復心跳 警方調查30歲貨車駕駛 當下沒將車停在路間 疑似是在早事工作賣吃的攤商 搶救生材工具 結果後方三台車追撞上來 貨車被大火燒光 駕駛還在家戶病房搶救當中 三立新聞許書維 賬花報導